虽然有很多App已经可以在MacOS使用了 无可否论的就是,还是有一些App跟Software 都是需要用我们的Windows来开启的 今天我就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一款在不放弃使用MacOS的情况下 还可以在同时使用Windows的App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神浩,一个喜欢皮温果产品的KOL 如果你也对MacBook,iPhone,iPad 这一类苹果产品的使用方式或者是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声号TV哦 那么你就可以随时刻刻接收到这一方面资讯的更新了 今天我要介绍你的这个App是我在之前已经有推荐过的 而且我也使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而这个App就是叫做Paradestop 为什么我又会再介绍多一次这个App呢 是因为我发现到它最近又outgrade了它的App 而且这个App呢,非常好用 在分享这个新的App有什么东西之前 我就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哦 下一集我会再分享它的一些使用小技巧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App感兴趣的话呢 我有把那个下载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或者是留言栏 点击那个链接呢,就可以到达下载这个App的页面了 首先我本身是一个Web Programmer 就是会去用到Visor Studio来做 装定的 因为Visor Studio呢 在那个时候只可以用在Windows 而我又不想 放弃使用这个MacOS 所以我就下载了这个叫Paradestop的App 所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呢,我都一直在使用了这个Paradestop 开启这个App的时候呢,是蛮耗电的 因为我记得我在没有开启它的时候呢,只是单纯使用 其实可以耐最少 5-6个钟都没有事情 可是一开启它过后 可能我两个钟头头多呢,我就没有电了 不过我相信这个是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因为同一个时间跑两个OS 也许它以后可以有更好的科技来改变呢 第二个不好的呢,就是它有时候会蛮热一下 会弄到我的Mac会比较热 像是它在更新的时候啊 或者是Windows在更新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就没有这么在意 是因为我做工的地方都是有冷气的 所以它基本上都不会太热 那么讲了不好的东西过后呢,我们现在就来讲好的体验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呢,我用到的是它很顺 你不太会觉得,我现在是在MacOS里面跑着Windows的东西 你会觉得我好像就在用一个Windows的电脑 第二个呢,它很方便 它不会像bookcam这样子 你必须要关了MacOS才可以开启Windows 所以有时候我在MacOS里面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在同一个时间做Windows的东西 第三个好呢,也是方便 因为它可以再把我MacOS里面的那些发呢,copy到Windows里面去 也可以从Windows里面的发呢,copy到我的MacOS里面去 不需要copy and paste 在我的Pandrive里面再放去不同的OS 如果你是用bookcam的话呢,这就真的很麻烦了 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东西就是 一开始我们可以先设定个最低的那个浓量给这个Pyro Desktop 就给这个Windows像是80GB就好了 等到以后我们觉得,好像在Windows里面我们用的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在Pyro Desktop那边慢慢调整那个浓量 这个呢,如果是在bookcam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把这个整个bookcam删除 然后再重新安装过才可以 在之前呢,会有很多人问我 XLXL如果我要玩game的话呢 我应该用Pyro Desktop还是用bookcam 在之前呢,我一定会讲 你直接用bookcam就好 Pyro Desktop呢,在那个时候它只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Performing 可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Graphic 而bookcam呢,它可以完完全全使用你MacOS里面的那个Graphic 可是我在这个最新的版本就是Pyro Desktop 15 它有把它的那个Graphic的使用能力调高了很多 我在它的最新的那个宣传短片里面就有看到 它可以玩那些比较需要很高Graphic的那些游戏 第一点呢,就是在之前的版本啊,我们必须要自己上网下载那个 Windows 然后才可以安装 可是现在不用了 只要你连接WiFi啊,或者Internet的话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 比较 latest 的那些Windows 它自动会帮你安装 在之前的bookcam呢,它好像 有一些Windows的Version 它是你不需要自己筛选才可以安装下去 要不然你就会 可以安装失败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的Graphic啊 所以如果你有玩游戏的话呢,你又有Pyro Desktop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到底是一个怎样好的体验哦 那么如果你之前有买过Pyro Desktop了 而且又还没有过期的话 你是可以免费去Pyro Desktop 15的 总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Pyro Desktop 算是越来越好了 而且它不只给你一个很好的Performing提供这个方便之外 它现在也奥备了那个Graphic 所以你在做工啊,读书之余啊 你还是可以玩你想要的game 不需要再安装一个bookcam 你可以直接开Windows 做到累了就可以玩game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苹果产品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资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丢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就可以省去很多 让大家需要去寻找或者是 尝试的那些时间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可以互相讨论 我是陈浩 我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